哈喽,大家好 嗯,就说一下 说说我最近看到的东西吧 布尔黄马不是得冠军了吗 得那个欧冠了吗 然后,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的朋友跟我说的 嗯,跟我说,你知道吗 我最近疯掉了 然后,就疯狂的在看那个 黄马和巴塞罗娜的那个比赛 再加上黄马和 和马德里竞技 就是5月29号那一场吧 欧冠的决赛 然后他说,齐达内 刚当了教练,刚当了四个多月 就拿下了欧冠 然后说 啊,说最近的金球奖 就是梅西和塞罗论呢 不是他拿,就是我拿 别人拿了世界杯啊 别人拿了什么冠军啊 都没有用 人家选票就是投给 梅西和塞罗 然后呢,我想,诶 这个其他那,这厉害啊 这是高人啊 所以我就去看他的那个讲话 看他训练的时候是什么样 然后我发现说 人家讲话是有理有据的 语速也不快 永远不和你比声音大 而且呢 我觉得他的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 柔和制止 威以有责 大家都喜欢他 可是大家都敬畏他 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柔和的人 可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有原则的人 所以他在球员心中非常的有威信 但是呢 威信是第一点 为什么他在的时候能够让球队表现好呢 我们学知识 我们学什么 归根结底靠的是恭敬心 如果这个老师让你尊敬恭敬 你自然学他的课程 你学得好 所以他在学员之中有威信 大家就会对他恭敬 自然学得认真 学得好 最其他那是佛啦 而且是非常厉害的人 是高人啦 别的教练呢 想学这种教练 学不来也学不向的 但是要记住其中的一句话 柔和制止 威以有责 嗯 这是他当教练的时候我看到的啦 他真正做到了这八个字 所以他的球队表现得很好 他的学员可以好好地训练 好好地发挥 非常认真 加油 加油